兩位練習年齡 六位練習比例 共同教育的文章 建議 現在有傳出提予媒體拿到一份國民黨內部資料 說他們好像打算把這個論文議題 當做選戰的標榜 他們稱為黑衣計畫 那你怎麼看 學位是真的 假不了 有學會就是一定有論文 所以這個也假不了 假的 哎呀我眼睛業障中啊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選戰打的是我們的政策 打的是我們的價值 那不是是無中生有 或者是叫做抹黑吧 這樣也不好 那這個論文為什麼會趕著三十年才進到集體管來見到 而且這當中好像缺少了集體管的牽食和日期 這個論文當年是三十五年前的論文 所以當時的做法有它的做法 那如果你以現在的眼光去看過去的 那當然就說你或許有一些要問的問題 但是基本上我們都處理論文都按照當時的規定在處理的 那我們 我想現在有很多人覺得 也都沒有否認有論文這件事情 不是嗎 學會是真的 也有證書證明 那論文一定是有的 而且口試通過也一定是有的 要不然我不會有博士證書 那這件事情經過LSE 學校的整個行政程序 最後給我在1984年的博士證書 就是一個總結了 那我在後來在台灣申請教職的時候 我也提過我們所有的文件 來讓我們的教育單位來審查 那這個審查的過程 我相信連國民黨的副主席好隆斌都承認說 這個審查過程是很嚴謹的一個審查過程 那麼也通過了這個審查的過程 那我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都符合了我們當時的要求 也許得了證書 也許得了我們的教職 那三十五年前的事情 我們就應該要信任所有的主管機關 在那個當下都是很盡責的 不能夠在這個時候去污蔑市議的行政當局 或者是來挑戰我們教育部審查的過程 三十五年前的教育部 究竟不是民進黨的教育部 更不會是參與委的教育部 這個畢竟是時隔三十幾年的事情 那當初的很多的資訊跟資料 我們都必須盡情去瞭解 然後去確認 那老實講 我為了找這個論文也翻箱倒櫃 把家裡的倉庫都找到 才找了半天才找到 所以 但是我們近來是發現 有人開始政治化做政治炒作 跟甚至於扭曲這整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一次把這個事情說清楚 我們讓大家說你是辣海派人 之前是很感言很嗆 而且很直接很直爽 可是似乎在公布論文是一頁而非成本 現在就有學者質疑說 這個好像不太像是問文 什麼時候我們公布一整本的東西 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正在 因為國家圖書館已經同意替我們公布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準備當中 準備好了我們就公布了 這個沒有什麼一頁一頁的問題 都是一整本一整本的啦 這個沒有什麼一頁一頁的問題 都是一整本一整本的啦 這個沒有什麼一頁一頁的問題 都是一整本一整本的啦 幹嘛呢 總統國務大學的圖書館電腦正式查詢系統 標記是1983年 好像總統國昨天所給的 收到任文和合通知書是1984年 有一年的落差 這些細節昨天都已經講過了 1984年年初我就拿到博士學位 1983年的10月我口試通過 就這樣 這個我們都解釋過了 林正如我的指導老師就把頭看出來 他說 她說missan 你進來一下 那我就進去了 她說我們討論了很久 到底不是討論要不要給你博士學位 我們要討論是給你一個博士學位 還是給你兩個博士學位 那最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我有三個examen 三個口試委員 因為我的論文是法律跟經濟的混合體 所以一個是我的指導老師 一個是經濟學家 一個是學法律 一個是學法律 那個律師就說你的經濟部分寫得不錯 那個經濟學家說我的法律部分寫得不錯 這個當然是有史以來倫敦政學院最令人驚奇的對我博士論文考試 最後他們決定給我1.5個學位 1.5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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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以為我已經拿到學位 結果我又等了半年才拿到證書 英國人的這種速度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快寫完論文 但是他們要我等1年以後才拿到我的證書 你真的要來念他那裡的大學跟法學院嗎 他說這樣的問題先要有民主才能做成民主的決定 這就是因為法學院的學生應該有個素養 這個老師叫什麼名字呢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我可以跟他已經過世了 各位講他的名字叫巴斯爾 巴斯爾你知道西班牙有個地方叫巴斯爾隆 所以他的名字是巴斯爾 可見他是來自於西班牙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如果你有心情去看我們論文的話 我們證明學位的方法或許有不一樣 但是學位都是真的 我的論文在全世界的主要的圖書館裡面 所藏的英國的法律論文的索引裡面都有提到 假的 哎呀我眼睛夜障中啊 哈哈哈哈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